今天我们来拍一个翻卖片 硬盘涨价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 可是偏偏就有用户掉进了低价陷阱里面 直接说吧 之前有一名网友找我恢复资料 当我把这一个资料恢复完以后 他就找了一块硬盘给我装数据 就是我目前手上的这一块 据说这一块盘它是新买的 结果我考到差不多300G左右的时候 硬盘就掉盘了 当时我还用SD-Tone简单的检查了一下 发现这一块盘有坏到 我心想新买的硬盘怎么可能会有坏到 然后我就怀疑他这一块硬盘 是不是在运输过程中磕碰到了 然后我就赶紧通知了客户 因为客户当时没有及时的回复 然后我就把这一块硬盘从电脑上拔了下来 电量了一下手感非常的轻 这块盘它是两T的 实际拿到手的分量 我感觉还没有一T的重 然后我又赶紧接回了电脑 用CDI看了一下这一块硬盘的信息 没想到这一看 居然捅出了惊天大秘密 这一个盘里面居然是日历的 现在我再给大家重现一下 好的 现在这一块盘我已经给它接上了 识别出两T容量没有问题 别慌 我们打开CDI软件检查一下 这一块盘 其实是清零以后再模改过参数的 可以看到这个标题没有改掉 是一个日历的 咱们把这个标题给它搜索一下 打开百度 看到没 这一个容量是一个十多年前的320G 日历的本体 那它这一个容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待会再详细说明 而且它这一块盘的SN号码是查询不到任何信息的 再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后面这里本来应该有几个防震贴的 都没有贴 再看一下 这个盘的做工 可以说是非常的粗糙了 这里还突出了一块 这边框可以开航母了 后面这个标签都贴到界线外面了 目前这个盘的情况是 当事人跟客服那边对完线以后 被执行了 紧退款并下架处理 那咱们现在拆开来看一下吧 应该从边缘很容易就能拆开的 好了 可以看到 里面就是一个日历的320G本体 套了一个西数品牌的山寨外壳 以前假移动硬盘 它的配重是几颗螺丝 再加上扩容U盘 没想到这次居然用上了真的机械硬盘进行扩容 这种盘都是十多年前的东西了 可以看到 这个日期还停留在12年 一般正品的西数硬盘 我找一块 一般正品的西数移动硬盘 拆开以后 里面长成是这样子的 这个转接板 它现在是做成一体了 老一点的 我找一个 这个就是老款的 老款的话也是像这样套上一个转接板的 而这一块假盘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二手回收的 标签这里都还有乌字 后面主板上也有啊 这里之前估计是贴了一些保修贴啥的 现在已经被清除掉了 这块盘听受害者那边描述是花了350块巨资购买的 而且从上面拆解下来看 这一块盘的制作成本应该不会超过50的 这简直就是闷声发大财嘛 随后我看到当事人给我的商品截图 却感到无比的惋惜 因为购买的人数居然高达2000家 2000乘300 我不敢想象 这只是其中一个平台中的一家店铺 如果再把各大平台以及全部店铺算上的话 那受害者只会更多 其实这种造假不止在国内 像国外的亚马逊或者eBay这些地方都有 因为之前就有日本以及德国的网友找我反馈 他们也买到了假货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用户购买以后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呢 我猜有以下的原因 就是第一嘛 因为他用的这个盘心初始容量足够大 前面300G只要你不写超这个数量 那他一切都是正常的 如果写超了这一个容量 他会马上掉盘 然后第二次再接入的时候 他是可以再次识别到的 咱们现在再来展示一下 还是刚才那一块盘 现在这一个盘里面有299G 也就是300G的资料 咱们现在再给他加点料进去 用URW test 这个工具上都直接识别出日历了 目前还可以写入 不过这一个速度非常的慢 好的 现在已经掉盘了 还可以听到 这个盘有很大的这种寻到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好了 现在已经无法写入这一个数据了 我们现在再把这一块硬盘 重新插拔一下 好的 现在又可以识别到了 不过里面写入的文件 它变成了零字节 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 算是被他们完明白了 第一时间没有被发现 也是很正常的嘛 当你发现的时候 可能早就过了售后期 他们读你在7天内 不会写超过300G的资料 第二点嘛 无非就是贪小便宜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 全新正品的 西数两T硬盘 刚刚到货的 这个也是客户送过来 考数据的 像这一种的零售价 一般是在500左右 虽然我不知道 这名客户有没有被大数据杀熟 还是拆开来 咱们对比一下吧 像三星西数金士顿这些 都是假货的重灾区了 所以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正常渠道的售价就是500左右 就算是在代理那边直接拿货 我估计这个价格 也不会低于400的 可以看到 正品这里四个角 它是有这种防震垫的 而且这个标签 也是非常的工整 边缘也非常的平滑 因为这一个盘不是我的 所以上面的膜我就不撕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的紧密的 那它这块盘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上设备看一下 说到修改容量 PC3000就可以实现 本来这一套工具就是一把双刃键 如果用在正图的情况下 就是这些数字生命的医疗器械 但如果是用在外门邪道这一些地方 你就是那条被等待宰杀的水鱼 先给这一个硬盘通上电源 然后找到日历这里 应该是下面这一个 现在程序已经进来了 我们备份一下原始的信息 这就像生活中用的刀子一样 如果用在正图就是切菜料理的好帮手 如果大家用在披刮这些地方 就自己脑补一下画面吧 改容量这个功能 在哪里呢 我要找一下 毕竟这一套工具我平时是用来抢救资料的 并不会修改硬盘原本的属性 应该是这一个了 最大LBA值 我们把它改大一点看看 给它翻个背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容量直接变成了3.5T 那再改大一点呢 我们给它前面加个1 也成功了 直接变成了8T 这里又让我想到了 之前有网友问我 99块可以买到8T或者16T的硬盘 真的假的 现在我原理已经告诉你们了 是真是假 自行判断 像这种扩大的容量 纯属就只能看不能用的 虽然我之前一直也有提醒 不信的话 咱们先来跑一个教验 我们选着一个验证 先看前面的 看到前面这里 都是正常的 我们再往后面调一下 从6这里开始吧 如果这一个盘是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教验是可以通过的 好了 现在硬盘已经卡死了 这里都在报错 看到没 直接停掉吧 当然了 专门生产这个的 不一定是用我这个方式 考虑到PC3000的硬件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像这种手工操作的 效率也非常低 它们用的应该是 功能更为单一 具备自动化流程生产的机器 就是一次性可以插几十块硬盘的 那种才可以这么大批量的生产 如果大家对自己的硬盘 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可以下载一个 URWTEST这个软件 给全盘做一遍校验 以上我说的这一些 仅作为参考提醒 毕竟像这种假货 在各大平台上 都流窜好一段时间了 品牌官方都不管 那就只能靠消费者 自己擦亮双眼了 如果你看到A店跟B店的价格 差不多的时候 这就证明这件商品的价值 本来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突然看到 C店的价格 居然比AB店还要再便宜 30%以上的时候 这时你就要擦亮双眼 并且三思而行了 毕竟商家不是慈善家 我希望这一条视频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 我希望大家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